紧急插播,紧急插播一条新闻 教师博士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 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 教师博士来了,大家赶紧跑呀 就在这时,大夫的女儿倒下了 这个小熊曾是大夫女儿出生的时候 大夫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 同样,这也是大夫女儿最喜欢的小熊 此时的大夫也深深陷入了自责中 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女儿呢 自从女儿走后,大夫每天研究 如何能够击败僵尸 为女儿复仇也成了大夫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在此时,有三只僵尸 路过了大夫的家门口 就在此时,三只僵尸 同时发现了满身是血的小熊玩具 而就在这时,大夫的第一批植物 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 当她发现外面的三只僵尸 瞬间愤怒至极 带上锅盖,拿上铁枪,他来了 当僵尸发现大夫,首先想到的就是可以吃脑子了 而大夫发现僵尸却是愤怒至极,害之入骨呀 大夫疼后愿起,一个铁枪,轻松解决一个 这时,一个贴头僵尸又朝大夫走来 我去啊,看到都痛呀 就在此时,大夫突然发现 我去啊,马路上全是僵尸 这么多僵尸,大夫一个人 肯定是顶不住 而倒下的大夫突然想起他严方的植物 大夫用出了他 仅剩的最后一点点力气 啊,不是吧 这个没了吗 旁边有个多的你不拿 非要拿这个 哎,不对不对 还有一滴,还有希望呀 就在大夫晕倒之前 大地植物同时发生变化 就在这危急时刻 大夫研发的第一批植物 豌豆 大嘴花,等等植物 他们出来了呀 最后,大夫醒来 带上他的植物 踩上他的小车 直接去找僵尸博士去了 啊 有了